咱们在更换轮胎之前 最怕你不懂轮胎的行义 防止多花冤枉钱 第一 先看轮胎这个型号 这个235代表胎面宽度 数值越大 胎面越宽 行车越稳 但油耗会增加 这个50代表胎侧的高度 学名叫轮胎的扁平比 这个R代表直五线轮胎 后面这个18代表轮胎的直径为18英雀 这个97代表单能最高载重系数为730公斤 H是代表轮胎速度级别 H代表此轮胎最高行驶速度为210米 第二 咱们看轮胎的生产日期 前面34为生产周数 一年为52周 后面18为生产年份 最后咱们看三个T 第一个T代表轮胎的耐磨指数 后面数值越大 轮胎越耐磨 第二个T代表轻盈指数 最高双A级 其次有ABC级 级别越高 刹车距离越短 第三个T代表轮胎生热指数 最高A级 级别越高 产生热量就越低 双击关注 感谢您的收听